作为金沙江的明珠 白鹤滩水电站能超越三峡大坝吗? 这里是知识TNT 金沙江下游河段水的负极程度 堪称世界之最 而金沙江上的白鹤滩水电站 也可谓世界级的水电工程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川滇交界的 金沙江干流下游河段 是金沙江T级开发的第二个T级电站 也是目前世界上在建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 并且在电站完全竣工后 其工程规模将仅次于三峡水电站 成为世界第二大水电站 但如此庞大的超级水电工程 却是在河谷中横空出世的 其建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在白鹤滩水电站的建造过程中 它需要突破一系列技术难题 比如大坝抗震安全性 以及坝基和巨型地下动势群稳定性 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来说坝基问题 由于白鹤滩地质条件十分复杂 其不对称的地形构造 会决定拱坝的结构同样不对称 而不对称的拱坝 是无法正常分散水库下巨大压力的 同时白鹤滩左岸坝尖处 是柱状结理玄武岩 为镶嵌结构 开挖后掩体非常容易松滑 因此在白鹤滩水电站建造过程中 工程队需通过在掩体质量相对不坚固的 左岸坝顶设置混凝土电座 以及在柱状结理玄武岩出漏部位 混合混凝土这一措施 来增强坝体的稳定性 该项措施也是世界上首次利用柱状结理玄武岩 作为剑机掩体的方法 白鹤滩水电站除了坝基这一技术难题外 另一个被高度重视的问题 就是它的抗震安全性能 虽然白鹤滩水电站所在的河谷 不是强地震地带 但它附近的区域却很容易发生地震 其坝值检测的地震动参数 也是世界300米级高坝中最大的 为了完善大坝的抗震性能 三峡公司联合国内私家地震科研单位 针对白鹤滩左岸边坡现状 进行了编坡沿高层加速度 变化规律和放大效果等多项研究 并在经过反复的动力模型试验后 提出了崭新的白鹤滩大坝蓝图 同时为应对层间搓动带 以及硬翠玄武岩等复杂地质问题 白鹤滩水电站全坝首次采用 低热水泥混凝土技术 使大坝的抗震效果最大化 此外由于白鹤滩水电站身处河谷 相对于其他水电站 拱坝开挖毛布的工程量更加庞大 所以为放置大型的输电装置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 采用了巨型地下动势群的设计施工技术 但是在高地硬力和复杂地质运动的作用下 白鹤滩水电站的动势设计 和地下动势建造中是空前的 在建造地下动势群时 除了将围水调压式设计成稳定条件较好 以及对动群影响较小的圆筒形状外 白鹤滩工程还开创性地设计了地下动势群专用的排风洞 整个施工群中总共有17个排风竖井 和多台先进的大功率排风机 使地下动势群施工的环境大大改善 与三峡大坝相比 虽然白鹤滩水电站的最大排水量 不足三峡大坝的十分之一 但是它的智能化程度更胜一筹 白鹤滩水电站通过把大数据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 与水电工程建设进行有机融合 实现了对工程建设的信息化管理 同时白鹤滩水电站也是唯一一座 全部实现设备国产化的水电站 在我国水电发展历程中意义非凡 如今白鹤滩水电站的工程 仍在不断的推进中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金沙江上将会出现一颗璀璨的名作 好了 知识TNT已经耗尽 关注我 下期继续分享知识 见识TNT 感谢观看